《新西》的散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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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心系的散外 你觉得哪个方法好 你觉得守在心里好 或者守在眉心 你觉得根据你的问题 只能是自己调整 心系上的东西 尤其对剥热之后空性这块 如果了悟得越深 其实方式方法 就是掌握得越多越好 你就是因为现在很多人说 你就去抓住一个方法 不断地修下去 这个是你 这个也好也可以 但是对现代 现代众生来说 我觉得大家信息量很广大 然后呢 角色很敏感 尤其是女性 我觉得多掌握一些小的法门 你可以移动的 不一定会的 以心安为主 心安了 其他的法门才能起 有法门才能起 才能起作用 有时候 心里边烦乱的很厉害 或者是什么 戒地上又不透的时候 法门也是 今天又起作用 明天不起作用 今天觉得做得好 明天坐在那儿好一下 怎么也守不住了 就算是 甚至是气慢的转化到 从气到能量到光的 这个转化过程 今天好 觉得要快了 明天突然又 一点反应也没了 就是 经常反复在一个等级上 那为什么呢 因为这一块 见地上不透 就理论上 空性的理论上的东西还没透 所以我说佛学的东西 见地是很重要的 当时见地上说 是不是只看经典 就见地就到了 也不一定 也都还能修法门 但是修法门就是说 修修看看 修修看看 就这么慢慢的到了 但是真正你法门起作用 那些是你的见地透的那些 突然你就心结脉开 全开了 全打开了 说一下子就去了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 你说不用修也不是 你也修 见地也不透 法门也用的 今天好明天不好 就这么反反复复 有一天 还是见地先透 因为心性上的东西是最快的 突然破了 心性上的东西 一下子看不完 你今天去打坐吧 你的卖全部打开 开检 就很多就一下子 自变了转了 心是在前面 你感觉你的执着 执着一下子放了 其实你说 新解脉开 那解那一刻是解啥 那还是破了一个执着 那个执着 也许是文字上里面的东西 也许是文字上的执着 也许是概念上的 就是那个 一手它一般 但是从人体来讲 我们还是有共性的 一般你要打坐 如果内观的话 最好还是放在脉楼的中心 比较好 三脉七龙吧 你就把封城脉楼 一般很少是脉心楼 也有手过也没所谓 迷心龙啊 喉龙啊 心龙啊 棋龙啊 海底龙啊 然后就是顶龙 翻顶龙 翻顶龙是 你手到这儿 修化身 化身快成就 就是法身已经成就了的时候 这块才会打开 就是离开你的身体了 完全的快成法身符了 翻顶龙 以往现在还是手下半部分的东西 都没有往上面走 都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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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如果清静的话都可以 如果杂念很多很烦乱的话 还是往下手行 比如有高血压病人的 或者是血糖 血粘度高 或者身体不舒服 那就不用手上去 身体好就不太重要 就是你可以一个一个手 或者是怎么样 或者我今天我就守七楼 或者守在新楼 我不动也行 不管在家出家 其实很重要的 就真的是所求心所得心啊 那个 那个所求心所得心 进了 进了的时候 真的是 一下子之变 就像 就像不管 像你现在出家 酸切苦辣 这个时候要独立承担了 因为你离开了家 父母啊什么 你不能求了 没有人会与你分享这些东西 你别指望 就是说 你真的能担当这些吗 其实我们担当的 不是这个世界 开始我们担当 是我们发跃 普度众生 利益众生 其实担当的是 我不再求 内心深处 所有的这个世界的委屈 孤独 寂寞 酸切苦辣 所有的职位 内心 你别指望跟随随 诉说了 要独立承担了 这个 就是要大丈夫嘛 出家是大丈夫 所以 所以 我们要担当起来了 那担当起来的时候 如果又不空又着想 那这份担当 就会很辛苦了 因为你太渴求 就甚至有人求诉一下 女生的 我也是还是有恐懵的 就是说 就说我出家 我还是有 有些东西我想 表达我自我的一些 有些东西还是需要 这种所求 就是这种所得 还有这种依恋 依恋 这个东西不是一下子能进的 独立承到一下子坐在那 全部担当起来 然后把它空掉 这个还是需要点时间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如果你在心心上能够 安住在这种 大丈夫的行径里面 真正的 这个时候呢 心无挂 就是很专注地活在当下 其他的肚子也要 手哪都随你手 因为其实从根本的见地上 我们刚开始是以形嘛 你对这个肉体是有一个形 就是三脉七龙啊 这样一个就是有头有四肢 如果它是能力 因为我们是看三维角度嘛 那么从十维角度看 我们就不是这样一个物质的东西 那你可 在进入四维五维的时候 你已经变成能量 波光 场这些东西了 到最后你会发现 你啥也不是啥也是 它是在你眼睛看上去就是这样 真的不 就是说比如说你看上去 你觉得是个物质 你只要你说定义它是个物质 这个东西就成了物质 然后当你说 你假如财地境界里 就说那个本性啊 自我就是说本体的东西 你定义它是个物质 它就是个物质 你定义它是个能量 它就是个能量 就是说你看上去 如果你的眼睛是还有不净的话 你还是人力的眼睛 你用人力的眼睛看上去 你就看见它就是物质 这个时候 你用人力的眼睛 去修到的时候 你就有内观一守的地方 如果你突破了三维角度 人力的眼睛 你根本找不到个三脉七龙 你连七脉都找不到 你去哪找 你就是一个光柱 或者你就是一个光团 或者你就是个变虚规 变法界的一个虚无的东西 或者你也是个有形的东西 或者你是三戒六道 所以任何东西 你都在真理 在佛陀的最高的智慧里面 都不是定法 都没有定法的 只是你起修 我怎么修 因为起修的时候 我还是有我的 有我执的 还有去人的感受 人的觉受的 我还认为我是个女的 我是求你 我出家 等等 很多之间还在这儿的时候 那起修那一点 一直是什么 但是一旦进入的时候 这只是个门 所以叫法门 所以只是个门 你那个门 只是让你进来看这个房间的 不是让你停在门上的 你说从东边开门西边开门都一样 只要进了房间就行 就是在禅间里有时候 比如说我自己打坐的时候 你身体无法定义自己的身体 是个什么东西 你没办法定义它 就是我自己打坐 就是你突然进入某种状态的时候 你看到 平时我们说 这是个肉体 这是个物质的 这样可以 或者我是能量的 我怎么定义也行 但是呢 你进入那种状态 你是最初定义的 你的眼睛 因为假如你没到佛眼层次的时候 你看到你的肉体 你可能说它是物质的 你刚看了一秒 可能它就变成一台水 是水吗 也不像 那像光吗 也不像 长也不是 你没办法 真的是 就一个肉体 你都没办法有任何定义来定义的 它就是像 它就是像 但它就是不是 它一会儿变成水 它就是 就像水 力气的水在那儿晃 就是你坐在那儿 变成水啊 水还不是流的 但是你坐在这儿 就是一个 从头到顶的一个 就是这个房间 有一个力气的水柱 在这儿还晃 水吗 因为你明显的知道 它不是光 不是啊 但是它就是 就像那蓝色的大海 它是水 然后你看它像光吗 应该不是 一会儿就像一个结构的石头 当你不动的时候 这个水柱就变成一个很硬的石头 岩石 而是物质吗 你把手插进去 它还是空的 它又不是 就是说 你最后发现 它脸长也不是 波也不是 你给它任何一个定义 都是错的 这就是我们的物质 就是进入多维空间的时候 进入多维空间的时候 你的眼睛看过去 你这个物质都变这样了 你说 就是 当我们一手什么呢 那个时候 那只不过是个境界 但这种境界呢 由于让人 去了悟无形无相的东西 你不再执着物质 也不再执着物质 也不再执着能量 也不再执着波 也不再执着草 也不再执着光 就这样 就是破所有的执着 我执不一定只是肉体的 比如很多人打坐 说自己变成光了 哎呀 卖楼开了 我变成一个金光色色的莲花 或者是 但是它又执着光 那个光也是我执 那那个时候 那个东西就是它的肉体 它只是在不同维度执着而已 而且它还不是很稳定的 我就是这个维度 那个维度 它是今天看一点这个 明天都一样 看不见也没什么 看不见 境界里的内境和外境是一样 你外境肯定能看见 外境就这些东西 不不执着就行了 这也是光啊 波啊 物质啊 能量啊 鲑巴 您不执着 二次 这也是我们的 但是我们从来